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5月21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从指数来说 大盘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 各大指数是一个全面回调的表现 截止上午收盘 我们看到除了创业版之外 其他几大指数基本上都已经是跌破了五日线 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 大盘在技术面有开始变弱的迹象 那么上午指数的这个表现 我们认为应该和昨天晚上 欧洲议会正式表决通过 全面冻结中欧投资协议有关 因为很明显上午指数的下跌 是被A507值给带下来的 不过相对来说 今天上午北上资金只有进了出三个亿 这个表现相对还算是比较好的 那么今天下午我们要观察一下 上证指数能不能守住3500点 如果守不住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 先适当降低一点点仓位 那么这就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来聊一下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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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